男孩是最糗的那场点 面前再勾结 想不退却 T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uck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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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住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 放弃执着天气周围变得不错 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 还对什么做对的选择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幻花 人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 只要记得你是你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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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从前那边想念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重在心中信念自豪未解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场变 面前在路线羡慕退却 You never never come up like a fire 这种生命力光明是变得没了光 而世界因为你的天在变得闪亮 而其实你我才比没有什么不同 只要你愿意我希望会注意到想象 成长的路线被人潮流了风雨 相信自己终于说你的声劝 别因为我难听见你的脚步 坚持之后就会很有许可你的来自 女人潮流了风雨 Zither Harp 当我那几瓶写下第一句之后 看到了尽头 你走后我无尽下水 持续拼走 曾说的绿洲 风雨思念落秋 过往我发流 也没期待我为你绑下 尘断气球 被陷水还破头 而最后的梦里 我望着你最后 虚无的存在 You know 放下我 抛起我 瞬间风起温柔 描违的未来没了以后 我只记得你用天使般的手 再紧紧抱住我 对你卑鄙也只是一种习惯 在天然了以后 我无尽下转 Yeah 曾经爱过你 远过你 恨过你 想想放弃 你睡得上头 是希望你的 切不就是为了你 想着逼自己 为了心中之间 花生一切 从不疑问走得到 马上就在山口 纷乱我不笑 空水一滴到 我就先再重造 如果这句 我会给你微笑 I lost my time 你别让你爱 像个小孩 真正对你心爱 当路灯断了天 我被车移到过去 想从头再恨你 但我左右再质疑 当世界倾斜我 来你回到故事里 可结局没能把你 融入我的怀疑 风影思念过周 过往我无保留 也没期待过 为你放下 沉沦击球 被现实压过头 喝醉喝醉的梦里 我忘记你对我 虚无的团队 I can't know 抛下我 唤醒我 瞬间放弃 又能回到 未来年以后 我只期待你 用天使翻了手 再静静抱住 但你的温页 只是一种习惯 在天流了以后 我停下跌了你 和最后的梦里 我问见你最后 虚无的 正在感远动 抛下我 放弃我 瞬间风起云红 描绘的 未来没了以后 我无情下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 大家早安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盘的最确定的看完技巧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去提早卖出股票 因为有很多网友呢 又发过来说 赚了钱了 但是没有及时跑掉 结果呢就又变成亏钱或者不赚钱 我们都听过会买的是土地 会卖的是师傅 会空仓的是祖师爷 那多少人会因为赚到钱 没有及时卖掉 又亏回去 或者说又还会市场 而出现比较大的一种烦恼 往往呢 这种得而复失呢 比没有得到本身更加的让人烦恼 那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来去聊一聊如何去解决提早卖出股票的问题 如果说你也是在股票卖出上有存在一些问题的话 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给你身边的朋友也有关于卖点的一些问题呢 可以分享我们这个频道给他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听我的频道的话 你点一下关注啊 点一下关注不迷路 我们每天的是一点不近吧 是吧 会有关于马古的推定看板技巧的一个实盘的讲解 如果说我们已经学了很多的理论课程的话 那么需要进行实战操练 需要进行实盘的这种学习 我们才可以真正在战场上怎么样 可以运用自主可以可以怎么样可以取胜是吧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周边市场先 昨天欧美的话应该是第一个交易人是吧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每周做完的情况 每周三月份第一个交易人呢 开盘也是不错的 因为昨天亚太地区包括欧洲的开始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上升 所以你看美股美股怎么样也表现不错 其中纳斯达克涨了3% 这个就是涨的比较多 标普百涨了2.38 道琼斯涨了1.95 然后欧洲情况呢 昨晚说完盘之后呢 昨天我们在晚上直播的时候呢 看还没有 还没有 是所有的 所有国家都起了是吧 然后说完盘 你发现也是所有国家都起了 而且你看直到20名还涨幅超过1.2 说明这个三月份怎么样 确实是表现不错 亚太地区呢 昨天表现也还可以是吧 嗯 很多国家也上升了 但是今天呢 有所分化 像韩国昨天没有起 嗯 嗯 嗯 今天的韩国就起了台湾 嗯 买了下目前还是上的 越南或者民事啊 包括泰国是吧 然后今天跌的比较多的 就是昨天涨的比较多的 像中国啊 红丑谷啊 还有恒生啊 充业版的 以及深圳陈指啊 这一面呢 上中指数跌的比较多 嗯 嗯 嗯 我们来看马来下 啊 要戴上耳机吧 然后 开始装修了 哦 然后现在能听到我讲话的 请帮忙回飞下衣啊 因为外面楼上又在装修 然后往他打动呢 然后如果听的没有没有没有噪音的话啊 就听听得很好的话帮忙回飞下衣 然后我们就继续 嗨 大家早上好 没有噪音吧 没有噪音那就很好啊 非常好 好的 非常感谢 我们继续来看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呢 就 马来西亚市场呢 怎么样 就 每天早晨是吧 都有机会 这是你做一个短信来讲的 尾时收盘 回落之后怎么样 就做一个短信 介入 然后今天早盘的冲高就把它卖掉 这样一种节奏呢 要把我好啊 刚才我们就谈到了一个卖点的问题 卖点的问题 你肯定不能等他都回撤下来了 都撤到五点多四点多 四点多你才卖是吧 您收盘才卖 对不对 那你肯定是要在 他这个大势回撤的过程当中 你比如说像今天目前一看 目前的话也是跌破了这个 黄线了对吧 跌破黄线之后呢 接下来就有一点往下走的这个趋势 所以说很多股票呢 就会被拉下来 你早盘卖 卖股票最佳的这个时间呢 大概是在十点半附近 就可能卖股票会比较好 卖的相对会比较高一点 对吧 这是一个时间的把握 昨天在收了一个阴线之后呢 今天开盘开的还不错是吧 开盘是高开的 开的是1572 那是不是开在了昨天阴烛一半以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阴烛一半呢 大概是在1573点 是吧 但是开盘的话可能没有开在一半以上 开在一半略微下一点点 最高到了1583 就下来了 对吧 目前是在这个黄线下方进行震荡 目前来看的上方的这个阻力还是比较强的 目前你会看到 指数就在这么一个空间里边进行震荡 就在这么一个区间里面 就是非常窄的一个区间 1583点到多少点呢 到1566点 那你看今天最高点就是到1583 对吧 就是这个平台 在近期我们要看这个平台 向下不跌破1566就没有问题 向上突破1583就容易起航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盘面特征 不到目前为止的话就还可以吧 但是说这个股票 各股上升的股票跟下跌的股票数量的话 有一点悬差 指数是上涨了 按照正常逻辑来讲的上涨的股票数量应该高于 多于下跌股票数量才对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下跌的股票数量 比上涨的股票数量要多 如果说你发现下跌的行业比下跌的 这个比上涨的行业要多的话 这种就属于 这个还是比较看空的 但是目前来看呢 你发现行业来讲的只有三个行业是下跌的 四个行业下跌的 其他八个行业都是上涨的 然后我们看跌的比较多的今天是 跌了2.0% 然后涨的比较多的行业是 然后其次呢 我们来看像Construction涨0.85 然后Financial Service 主要是这个行业已经在起了 这个银行股对吧 然后Telecommunication涨0.78 然后Construction涨0.74 Tenery涨0.65 然后Property涨0.48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行业的情况 当我们继续切换到这个动态软件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看到当天这个行业的表现 然后这边呢 也可以给它排个序 排完序之后 你发现这个Financial Service 今天起的确实不错 是吧 然后是Material Others 然后是Healthcare Healthcare开始起了 今天的什么电信是吧 还有科技就稍微差了一点 然后你看现在目前在跌着的是Consumer Consumer还有Telecommunication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inance Finance是这样一种走势 你会发现它 比较还可以是吧 还比较强势 下边这个专家资金呢 都有增加 但是还没有超过平均线是吧 然后这里边的股票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那这边到底什么股票在领账是吧 银行股自从上周宣布要派息之后呢 就表现还可以 然后它吸引一些中场限资金进来是吧 为了拿股息好还是怎样 像3441508852581028是吧 Holing Finance这样的比较多 然后这是HB Holing Bank这样的会比较多一点 这样看的话 你会发现 这行业里边目前有一半出现上升是吧 但涨的也不太多 才涨了三个巴仙 然后Holing Finance涨了1.55 然后是RHB涨了1.52 然后CNB涨了1.18 然后就后边就没有怎么涨了 这个还是比较弱的 赚差价会比较差一点 赚那个 股息可能还好一点 对吧 今天就看一下这个Material Material目前涨的是比较多的 要上来了 这属于工业的相关的股像 这边涨的比较多的才4% 也不是很强 就算了 不看了 也说我们在去找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今天刚才我们看的那些行业 比如说像 这个Transportation是吧 今天是起的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以及像这个 Technology还可以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Technology 在这 然后你看这里边的股像涨的多 是吧 然后你看它账幅的话 就是比较大 比如说这个是9377 然后0058338 然后0036是吧 账幅超过18%的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刚才我看Transportation是吧 哪一个呢 这边好像没有 这边好像没有 就算了 不看了 然后我们来看Huscare目前有起一点点 它在经过昨天的暴跌之后 今天就开始有一点启动是吧 那到底是不是机会呢 很多人就会问 这个行业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见底了 然后昨天我们在谈论这个 7113的时候是吧 这个TopGlove的时候 也有谈到 关于它这个 见底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 今天最低冲到了多少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Huscare行业里边 这样的比较多的是哪些股票 就是零一八二 五二二五 零一零一 零一六三 七九一零二零一 是吧 就一只啊 就一只 手套零一六三起了一点点 其他基本上是跌的 像七零八一 七四八两个跌比较多 是吧 这属于疫苗相关的 713的还是跌住的 然后五一六八 七零六 都是下跌的 713的我跟大家说了一个位置 大概是在4块4毛5是吧 今天最低到达多少了 今天最低到达4块6毛5 差不多也快到了 是吧 它虽然有一个反弹 但是反弹的时候你发现 它的趋势状况不怎么样 是吧 庄家也没有接入 所以这种反弹是外资催的 所以说就不容易持久 不是 然后七零六呢 今天盘中也创新低 最低跌到啊 最最高跌到六八线以上 然后后边有反上来的 最低到4块钱 都快破4块钱了 是吧 然后以及像什么7191 这些都还在调整 是吧 以及像什么803 还有这个2127 是吧 现在都有一些反弹 但只是反弹罢了 没有吵架的话 基本上跟这边一样 弹一天 就是下一个是吧 最终我们玩股票的 不是看了一天 我们看的是一个趋势 你在看趋势的时候 你发现它中间 没有让你买入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去买入 反弹个一天 或者反弹个半小时 那你能赚到它的钱的概率 是多少呢 非常低是吧 非常难能赚到它的钱 所以说 目前手套还不具备 赚钱的效应 没有赚钱效应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先不要去碰它 碰了不该碰的人 惹了不该惹的人 你就倒大霉了 碰了不该碰的股票 你也会倒大霉了 是吧 你会输大钱了 对不对 所以说要碰 该碰的股票 不该碰的股票 不要碰 对不对 碰一下 你就碰不起 有个人是碰不起 这样吗 有些人你是惹不起的 对吧 好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 就昨天我们讲的热点行业 包括当天涨幅较大的这些股票 你第二天还能不能赚到 是吧 按这种方法来做 其实还可以的 因为昨天买的股票 今天还是有赚 赚的更多的 对吧 然后你看昨天涨的最好的 就是0039 那今天他我昨天对他的判断 就是今天最高可能还要涨一个 二十八仙 这句话我是说了的 涨二十八仙 你从中端能赚一个十八仙 行不行 对吧 他最高到了四毛九 四毛八 昨天收盘多少 昨天收盘是 四毛是吧 最高到四毛八 你看这不就二十八仙吗 对吧 赚一个二十八仙 那你能赚一个十八仙也行 是不是 只是说他目前呢 就有一点走弱 中家在不断减仓 这个时候也要小心 他今天应该是没有出现有效的买入信号 你看啊 所以什么叫绝佳买点 什么叫绝佳卖点 绝佳买点过后呢 我们就先不要买了 就可能买在一个 比较被动的位置 是吧 然后你比如看这一段吧 在这个位置呢 这是什么时候呢 这是昨天的四点十五分 四点十五分买入了到今天倒盘的十点半 就是你卖出了 这一段就算赚完了 从三毛一赚到四毛几啊 赚到四毛五 赚一毛四 赚一千四百块钱 够了 对不对 能不能赚啊 是能赚的 九三九三 今天就没有出现买点 而是出现了卖点 那你说 今天你是该买还是该卖呢 是吧 你你如果说 你是 卖买了 那今天可能就要中招了 是吧 如果你今天是卖出去了 短线可能就已经套利了 那有人总是会说 哦 这个没有套利 结果就没有抓了 对吧 然后怎么样去套利呢 你肯定也是按照这个软件来做的 我们看它 这种越是很强的股效呢 我们越可以看它的短周期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十五分钟 甚至更低的 更短的一个周期 比如说五分钟 当我们看一个五分钟的时候 其实在这一面的时候 怎么样 它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推进浪是吧 从这开始就开始会撤了 对不对 从这个散户出现这一刻 开始就应该要卖出了 听懂了没有 你说这个地方也出现了这个青色 对 但是它是一这是二这是三 三之后变成青色蜡烛 而且如果说假设 下面的青色也出现了 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卖出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绝佳卖点 它是出现在三月一号十一点半 昨天十一点半就出现了卖出点了 就是它没有让你买入 而是让你卖出了 就算你没有卖出 你在这个地方卖出 在这个青色线的这位置卖出 那是今天的9.15分钟 你卖了 对吧 就基本上就是套利的 价格是6毛5 6毛5 你从这个5毛1买到6毛5 你赚1毛4是吧 赚1400块钱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198 昨天是涨了38 昨天前涨那么多 今天就回撤了 也是没有给出买入信号 所以你没有给出买入信号 那等一天是吧 可能就下午开始启动 或者说明天才开始启动 休息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它在这个盘中呢 有给你出现一个卖出信号 对吧 然后这边已经走完三浪以后 是吧 这边就要及时的卖出了 这个点呢 是今天十点出来的 现在卖出点 像5202今天又起了 今天真高还起到了10多20% 是吧 你看它今天又起了 那么它的昨天的收盘价是多少呢 昨天的收盘价是 昨天的收盘价是 1块2毛8 今天到1块4毛9 差不多也是多少 8线自己算一下啊 5205 8的1块4毛9 差不多10多 20% 对不对 然后你想看的话 你可以这么看 点了一个分时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看到 就是158线 是吧 就这个线的位置 158线 上了158线 现在这是一浪 是二浪目前在回撤是吧 然后如果很长时间 都不破黄线 然后再往上起呢 属于三浪 对吧 有的它会横摆很久 在美式拉一波 是知道吗 是这样子 都有可能 所以只要没有破掉这个 黄线呢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出手 是吧 就需要关注它就可以了 当然今天出现买点的 概率比较低啊 因为今天这个冲了一下 是吧 冲的比较快 因为它冲破这个 黄线的时候 你买 那还可以 是吧 比如说我们看一看15分钟图 有没有买点呢 应该是没有啊 应该是这个点是卖出点 是今天的10点半出现卖出点了 然后你看啊 我们在去做的时候 你就这样一波一波做 你看 比如说这个地方 红柱 这是买入点 是吧 这是多少钱呢 9毛3 到这变青色 一块2毛3 买出 赚个3毛钱 然后再翻红 再翻红一块1毛7 买入 变成一块4毛1 是吧 赚个2毛多 买出 然后再等它机会 就这样做就比较好 是吧 就会比较容易能够赚到 嗯 就比较简单了 是吧 非常简单 你看比如这个地方 也可以按照什么呢 蜡烛翻红 然后这个散布消失 买入 然后呢 蜡烛翻轻 散户出现 卖出 然后蜡烛翻红 散户消失 买入 然后蜡烛翻轻 然后怎么样 这个散户出现 就要卖掉 这个其实散户比那个 翻轻的那一天呢 要早的一天 是吧 所以这更加能够 知道了 是吧 你提到在这卖的话 你还能卖的更高一点 一毛4分 一块4毛2分8 是吧 买这么高 所以关于这个 卖出点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是吧 你就结合这两个指标 就可以了 尤其是特别强势的 建立在下边的庄价比例 特别强势 是吧 没有大范围的减少 也没有大范围的什么 互动 这样的话 就可以一波一波的 这样来做就可以了 不是这 你说我错过了前面 错过了前面 你要错过后面吗 你看 你就这样一波一波做 你会 你会说你赚不了钱吗 对不对 这所以很多人说 不敢做 或者赚不了钱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买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卖 对吧 那出现问题 你也跑不掉 不能止损 所以就容易出问题 那么有这个软件之后呢 你更加能够知道 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即使出了问题 你输的钱也是非常小的 那不出问题的话 那你看 他一波赚三毛 一波赚三毛 就每次赚三千 每次赚三千 这个就一周赚好多钱 是不是 一周四三 关于这个 你看 他今天有没有起呢 他盘中是有起 但是说 我们来看 他起没起 起了 起了7% 是吧 然后今天的情况 就你看 又开始起了 这个车不定一会儿 开始爆起了 知道吗 所以说 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 真的很适合于每一个人 所以说 你必须要有时间 有软件 然后有时间盯盘 是吧 来去做这个股票 现在已经14%了 开始标起了 你看 他让你在几时买的呢 他让你在几时买的呢 然后你看 比如说日线里边 是吧 日线里边 昨天确实散户第一天消失 是吧 散户第一天消失 完了之后呢 你看 今天他有没有给你出买点呢 今天什么时间出的买点呢 也许刚开始出来 是吧 这种特别强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个短周期 对不对 比如可以看一个15分钟 对吧 15分钟图里边呢 你会看到 他就是在这个红柱这个位置出来的 对吧 其实在上一个15分钟 就散户消失了 散户消失的时间呢 是一点半 价格是五毛一 现在是五毛四分五 就已经赚了差不多45%了 对吧 大家这个第一浪起的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什么呀 有一点长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可能要看一个更短的周期 那在这一波当中呢 这一波当中呢 你就能够看到 这是这是一是二是三是吧 三的过程当中 你会买到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是吧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你会发现 他的买点呢 就是出现在 今天的十一点零五分 价格是五毛零八分 五毛零八里 现在是五毛四 是吧 那不得赚个七八八仙的样子 然后你再往下看 八三三八 然后你就 每天做这么点功课 我估计每个人都可以做 是吧 八三三八赚不赚钱啊 你看 这种方法 用钱特别有效 赚不赚钱 今天最高账到15八仙 能不赚钱吗 是吧 就是如果是你还是不会赚钱的话 你不妨用一下我们这个方法 对不对 比如在今天的分成图里面 他有没有给你出现买入点 是吧 几点出来的 应该在这出来的 这个地方是3月2号的9点25分出来的买点 好 今天25分了买点 价格是一块四毛四 最高一块七毛五 赚三毛三毛一 三千块到手了 是吧 所以说真的 你真的想赚钱吗 真的想赚钱就得盯盘啊 是吧 0147啊 什么什么 这个723啊 就在看562啊 5.2 昨天起的很多 今天又在起啊 看 行题 盘中起的比较多 现在又下来了 盘中冲高了 到两块四毛一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每天你就这么点事情 是吧 所以你这个方法 学会需要多长时间呢 你天天跟着听 就就那个 很多人以后我也看了 是吧 看涨幅榜的 涨幅榜以后 你明天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买 买不买 买的起不起 比如说你买到198了 或者你买到买到那个 像0147的 没有起 怎么办 是吧 买到723了 起不起 你不知道 买买你也不知道 你看他 你买到这个 他就跌了 包括昨天 我们对这个股票 也有做了评论 对吧 说三天暴涨的话 再出现第一天翻 第一天这个 消失散户消失的话 我们就不买 你看他今天就股真没起 而且到前景高点了 所以说我们也不买 就是 这就叫经验 这个经营 这种经验非常的宝贵 是吧 那有人说 我也是 按照 按照那个 散户消失买的 为什么买了 他就不起呢 因为他已经涨了三天了 我们讲涨三天 可能就要调一下 调一下再说 对不对 如果刚好是第一天涨 然后这个庄价就上了 上了这个50了 比如刚才我们说 那个 哪一个 039吧 你看 他第一天涨的时候 他这个散户就消失了 这种就还可以 是吧 所以第二天就爆起了 第三天还在起着 是吧 包括什么5202啊 你看 他第一天 起的时候 这个庄价就消失了 他不是第三天 是吧 如果第三天你买 到今天你肯定追高了 对不对 还有8338 你看 你第一天 他出来 你就买的话 或者你就看到的话 后面至少两三天 是吧 那你到三天呢 你再去买 你买就可能调整了 所以这个是 很多人不太救披的 是吧 他只是觉得 哦 散户消失就买 这太机械了 知道吗 所以说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节奏的问题 讲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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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散户消失买的问题 是吧 他什么情况下可以买 什么情况不可以买的 就出现这种情况 突然大幅度增加散户消失 第一天上涨 这是三个条件 注意啊 我再强调一遍 三个条件 最好是有横摆啊 前面有横摆 突然性的这种暴障 就是突然性的暴障 就他没有 前面没有任何征兆 突然性的暴障 然后中央价散户呢 前天可能还没有什么征兆 还是比较少的 第二天突然巴一下 就上来这么多 是吧 用增仓这么多 然后散户首次消失 然后这个股价第一天 股价第一天上涨 第一天大涨 那通常我们是可以在第二天 第三天去考虑的 如果就像刚才那种 他为什么不行呢 就因为 你比如说像198也好 还是723也好 是吧 他可不是第一天 涨的时候才这个散户消失 他都涨了三天了 是吧 所以这种就不行了 然后1643呢 他也是第一天涨的时候 就出来了 你看他第二天还起 是吧 所以你们不赚钱吗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问题 在什么地方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出了问题之后 要去反思 为什么自己做的 就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老师做 或者其他人做 就做一个对一个 做一个转一个 这也不要不断的反思 是吧 方法能用吗 能用 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 是吧 如果细节没完好的 可能也不行 这什么情况 只有一个人在观看吗 下面全是那个中才通 全是他一个人 点赞呢 其他人都不点赞呢 对吧 然后其他人怎么没有冒泡呢 冒个泡嘞 哈喽 冒个泡 然后基本上这个卖出点也很简单 是吧 就是翻青色 散户出现 你就卖就可以了 不出现 你就不卖嘛 是不是 不用卖嘛 好吧 很简单啊 其实玩股票没我们想象那么复杂 你就把 把那个该注意的 我们强调的重点 你给他注意好了就可以了 不要 就是说自己随心所欲是吧 我学一个点 为大家交三个点 你就只用一个点 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是吧 然后每天呢 你还可以把那个 比如说刚才我们强调了这三个点 因为刚才我们强调了这三个点 去浏览 当天开盘 九点一开盘 你就去浏览 知道吧 去浏览 就去看有没有满足条件的 是吧 然后我们打开日线 你比如说他 他是昨天第一天仗 是吧 第一天大仗 然后散户也第一天消失 今天是起了吧 今天起了一下 这个起了275% 27.5% 快涨停了 盘中肯定涨停了 然后你看这个7007呢 他就就就没有是吧 他前面第一天有有红柱 后面每天增加 今天终于消失了 是吧 这个他消失之后 跟刚才的一样吗 他消失了 他都暴涨四天了 然后而且到了一个 重要的阻力位了 那你说你再去 明天再去买 他能够再涨的概率 不就降低了吗 如果他是在 第一天暴涨 散户就消失了 这种情况呢 就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不要机械式的 去学习啊 要活力活学活用 是不是 你看这个也第三天了 是吧 他第三天了 这个所以说 你就不要追了嘛 对吧 明天可能就要开始跌了嘛 然后你说这种呢 这种不一样 这种他至少四天是吧 涨四天 对吧 这是一个超级牛型 这一段上涨可能比这段还要猛是吧 因为他 他应该有消息还没有爆出来 但消息一旦爆出来的话 就不能再做了 然后你看现在庄家的集中 集中程度比之前更要高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他的 六十分钟图去做他是吧 他是个一二三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三浪模型 但这个浪形的话就稍微有一点不太好 是吧 这个一浪跟二浪的话时间差不多一样 一样等长 是吧 如果说是一浪再稍微短一点 然后二浪长一点 三浪就会更加的剧烈 是吧 然后你看在三浪的时候呢 就我们需要去关注他是吧 他就这个线没有翻青色 然后线变散户 庄家没有大发位减少 其实就没有问题啊 就一波一波跟着做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吧 这些方法就是反复都在讲 是吧 反反复就这么一点方法 如果你学会了 就每天去实战操作就可以了 对吧 每天去实盘操作就好了 是吧 然后重点就是说 第一 你有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这个要求大家去盯着盘 是吧 第二个 你有没有软件 你盯盘盯什么呀 你用什么盯啊 是吧 你那个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步骤 你可以搞定 是吧 我们说 这三个方法 三个东西呢 三个比喻的东西 第一叫第一什么 叫有软件 第二个叫能看到那个涨幅榜的 那个昨天账的比较多的 这个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是吧 但是第二天买不买 什么时候买 是要用这个东西软件来去把控的 它会让你的这个 出钱的概率降到零 为什么 因为它第二天不出买点 你这不买呀 出了买点你就买呀 是吧 就是该买哪一个呀 这么多 该买哪一个呀 是吧 你就把它放到这个 这个watch list里边 然后呢 哪一个出买点 就买哪一个 第二天就用什么 15分钟 或者5分钟图去看它 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刚才我们说 那个买入的一些 绝佳的买点呀 还有绝佳的卖点呀 是吧 你也是要用这个软件来把握 没有的话 你就乱乱买乱乱买 是吧 可能偶尔也能撞上一只 你能赚了 但是说 你的这个日子呢 就是风摊露宿 不太稳定 可能今天你赚了 明天赚不到了 如果说你有这个软件 学了我们的方法 你几乎每天都可以赚到 你要的是 偶尔一天赚了 赚了一把 还是说你要持续 每天都要赚到 是吧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好吧 今天的时间关系呢 我们也就只能给大家 聊这么多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 从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去取得一些东西 是吧 能够让我们的交易 变得越来越好 让我们的利润呢 变得越来越有保障 好吧 谢谢大家 如果说你感觉好的话 帮我们点个赞 转发一下 想发给那些 有需要的朋友 是吧 有需要就是 一直在古海 浮浮沉沉 很多年都没有赚到钱 是吧 不妨换一种方法 上个礼拜天呢 我们大家讲的就是说 你如果说这个方法 没有效果 就要换 你不换呢 你什么都不能改变 你的结果也改变不了 结果不会自己改变 一定是自己先改变 去做一些东西 然后你才能改变 好吧 然后新的一年 希望每个人呢 都能够有所进步 都能够利润有所增长 是吧 好吧 如果说你想要用这个软件的话 就可以来咨询我们了 下面就是我们的这个 咨询热线 想要买软件的话 是吧 其实想要赚买软件 是吧 想赚钱得盯盘 这四句话你听好了 这四句话你听好了 这就叫赚钱的秘诀 好吧 谢谢大家 记得帮忙点赞分享哦 没有关注的点关注啊 关注一下下下一次节目更精彩 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可当我站起身了在房间里寻找你 留下的街又带着你味道的一封心 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 这そして占光 因为这些人是你 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 没能看到对 其他人啊 不能网友的医院点赞 对 其他人 你 不要另 hardware 点赞 啊? 你之前卖本贴的就是说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好 那这款键是什么 怎么做怎么卖的 这款键有两个贴套 一个是半年期 一个是终身期 你如果要看到那个盘中的话 要买这个终身期的 13200多 啊? 13200多 是很容易的 对是封闭的 很容易的 嗯 你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是会员了啊 好的 好的 这两个人家有 那里有信心吗 信心有啊 啊对对对对 好谢谢 你也可以买一辆 你自己买了 看的比较好啊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遇到的一封信 又在脱远海里去看我们的照片 可现在让我变成像蓝巨蜜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我不能够停止啊 这些年我对你的疯癫 还会戴上那条围巾吗 在每一个寒风刺苦的冬天 还有每次送你带回家的路上 不几间又触碰你的手 我全裙子在眼睛望着你 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 那拖十字路口 始终有你身上的气味 拖着梦过后的路灯下的声音 又会是谁 他说我真的喜欢你 那些没嘴语言闭嘴 那只梦堂的男孩 又哼着了几岁 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看到我站起上来在房间里寻找你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 就算我与爱一起看我们的照片 到现在让我感觉像两句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美女看到对你的风景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湿润眼眶 可又不敢懦弱 低着头 期待悲战 又不敢懦异 解受所有的尝尝 影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走 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你这光 就聚散黑暗 丢弃所有的负担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也许世界成这样 火焰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真能折磨 眼泪湿人眼眶 可又不甘陌入 低着头 期待白昼 接受所有的嘲讽 隐之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方 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 幸好